这个星期日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 选举结果最快 台湾时间周三下午就会出炉 不过也可能会像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直到台湾时间周六晚间才会知道选举结果 在选前最后一个周末 川普和贺锦丽都抓紧时间到100周催票 美国总统大选11月5号登场 在选前最后一个周末 川普和贺锦丽都抓紧时间催票 虽然目前已经有将近7600万选民提前投票 但大部分的选民还是会等到11月5号投票日当天投票 根据国王美国总统大选 2020年登记选民约1.68亿 2016年则是1.57亿 投票结束后就会随即进行开票作业 但由于美国横跨多个时区 各州结束投票时间不同 预计最晚台湾时间周三下午2点 美国所有的州才会结束投票 而开票之夜 川普已经选在柏州总部集会 何景丽则会回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母校护华德大学 各界最关心的选举结果 最快台湾时间周三下午就会底定 不过也可能会像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直到台湾时间周六晚间才会知道选举结果 新唐人亚台电视红玉挺张其林综合报道